其实婚姻生活越久 也不可否认 它会进入一个比较平淡的阶段 但婚姻会历经几个不同的阶段吧 第一个可能是最满意 可是这个时候也是最需要适应的 可是第二个阶段 婚姻其实会来到很多压力的阶段 比如说工作的压力 或者是说一些亲人相处的压力 或是孩子的压力 然后第三个阶段 可能会比较慢慢的再进入瓶颈 所以会不会有浪漫呢 其实我们有一个研究蛮有趣 可以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就是说婚姻里面如果太讲究浪漫 反而对婚姻是有害的 因为婚姻其实有非常多 产品油盐酱醋茶 它是非常实际的 可能跟平常情侣在约会的时候 很不一样 约会的时候我们只要休闲娱乐 满足双方的需求就可以了 可是进入婚姻当中 是非常有现实面的 而这些现实面 其实是需要我们用理性去应对的 所以如果一直抱持着 我要浪漫 然后我要觉得有很多 觉得愉悦的感觉 那其实有时候反而是 有害婚姻关系的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